这是我们拍摄第四天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感觉让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生活 每个人的想法都很不一样 他们在这里都很会玩 比如说攀岩啊 然后各种玩法 岩洞啊什么的 这种就是我比较向往的生活 来到桂林 我感觉这里非常local 我们选择两个小时的国道 因为风景好 马上就要到了阳朔我们的目的地 这是我第二次去阳朔 非常喜欢那种野地 走起来 非常大 他基本上就是带你走一遍 然后他跟你说哪些植物可以给他 然后他可能会现摘一些 刚刚我们拍这位杨朔李是真的 这是话筒 就是音乐切话筒 杨朔李是真的这种采集一些树叶的 树叶然后去做衣服染色什么的 我做服装可能是做设计 而且他们是玩一种工艺吧 一种 服装是我的一个媒介吧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把自然的东西 然后融入在一个某一个东西 在一个中一个媒介把它表达出来 其实你们也是啊 就是你们可能也是有 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通过 对 主要是想表达概念 一样的 你看 毕竟都是同行嘛 对吧 你看 华佗跟李先生 这种腌制水果 第一次吃这种 但我总是尝试各种用那种 什么水果啊 什么食物来治疗我的咳嗽啊 第二天拍摄开始了 中切 水果彩 全是杂的 水果彩 工程 做得更好 冒击 流口 鸟 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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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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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恒点 我今天就在这里了 哇 这里可以啊 好臭啊 过程是很痛苦的 很挣扎的 但是你到了那个点上 你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那时候会有一种愉悦 你经过了一番挣扎 和挑战自我的极限的时候 然后你到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别人 不复处努力 是不可能到达那个地方的 你到那里 你就会思考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无关一些一些世俗的东西 就是完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你剩下多少时间 多少新人没实现 两万八千二百一十四点 你会怎么度过这满场之间 等着把脸色慢慢吃香重点 而我的朋友咱们笑会在这 HAY BABY GIRL 尽管车走 HAY BABY GIRL 尽管车走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 HAY BABY GIRL 尽管车走 Lightning in the end 被伤被爆不难停留 HAY BABY GIRL 尽管车走 你剩下多少时间 都想睡了